安安 大家好 最近為新聞自由的事件 導致去年雙城論壇的兩岸一家親 又被各家媒體拿出來重新炒作 到底柯P有沒有說謊 我花了三天時間收集資料 希望能讓大家知道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最一開始 當柯P準備要參加雙城論壇的時候 他擬了一份講稿給國安會 還有相關機構去審 國安會收到了 可是國安會已讀不回 去之前 我所有的講稿 我們的司機也都送到國安會 那講得懂 不是啊 他當然不講話 那就是幫我把他叫阿強去對付 沒辦法 雙城論壇還是得去 而柯P也在現場脫稿演出講了 兩岸一家親 兩岸命運共同體 大家都能以人民的福祉為目標 秉持兩岸一家親的信念 加強兩岸交流合作 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 共同追求兩岸人民更美好是未來 回國被罵翻 柯P哽咽 回台灣你知道 飛機一下 一下 一震撐 艙門還沒開 我們那個手機打開 但看到 陸委會的發言 眼淚差點掉出來 事後柯P上節目 澄清說明 而國安會的回覆是 从未取得讲稿 反正就一个说讲稿有送 一个说讲稿根本就没收到 最后就有双方各说各话 不了了之 好 重点来了 这边最大的争议点是 柯P和国安会他们两个讲的 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 确实如柯P所说 有两种版本的讲稿 也就是所谓的AB稿 A稿没有两岸一家亲 B稿有两岸一家亲 事实就是 柯送的是A稿 而国安会遗读不回 而到了双城论坛 柯讲的是B稿 因为是脱稿演出 脱稿就是和A稿不一样的版本 国安会自然也不会收到 汤水 你给翻译翻译 也就是说 一个讲的是A 一个讲的是B 这样你懂AB稿是怎样一个概念了吗 为什么一开始要说 两岸一家亲的讲稿 有给国安会看过 首先 柯P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这种话 我们来看他的节目专方 我要去之前 我所有的讲稿 我们的SK也都送到国安会 他说不可以吗 不是啊 他当然不讲话 就是帮我自己去叫阿公去对付 不然有时候你讲一百句话 有一句会不小心吐车 他有时候被记者比拒 所以这句算吐车就对了 没有 我跟你讲 其实其他的都是 都事先都跟国安会都讲过了 所以呢 那这样子就不要叫他们 再拿这个来攻击你了吗 没办法啊 这个都是这样 我就觉得蛮悲哀悲伤的 看到了吗 柯P特意用手把上面对话分开一半 表示上面两句话是现场脱稿演出 而下面其他的内容 确实都已经送给国安会看过 所以根本就没有两岸一家亲的讲稿 有给国安会看过的这种说法 1.2 所以到底讲稿有没有送给国安会 柯P的声明是 1.是国安会派人到市长室 跟办公室主任蔡壁如拿文件 2.事情是由市长室主任蔡壁如处理 文件分两次送 国安会的声明是 1.没收到演讲稿稿件 2.没去台北市政府拿文件 很明显的双方说法互有出入 本来差点变成各说各话罗生门案件 还好我们吕后吕秀脸大大 出来讲公道话 刚好今天有一位赖月签 曾教授他昨天指出 他说当年两岸一家亲 这句话他要去中国以前 他先把一个文件送给总统府 可是在给总统府的公文里面 没有两岸一家亲这四个字 我觉得这个才是 所以他有送稿子给总统府 但是稿子没有两岸一家亲 这才是对 那到中国才讲出来 看到了没 曾把相关文件送到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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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所以要说三次 经由吕秀脸的认证 我们可以知道 国安会在 如果有记者看到这里的话 我希望你们可以去问吕秀脸 可以去问国安会 到底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外界在传的什么两个版本 AB稿 科匹前后说法不易 其实都只是媒体 名嘴穿着附会的说法 加上科匹不想和中央撕破脸 不想在这个议题上多谈什么 所以这件事才会一直不断的被炒作 最后 就整件事情来看 我们归纳出一个结论 科匹他真的没有说谎 如果有 请你说我哪里讲的不对 欢迎指出来用力打我的脸 以上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分享 订阅 让我们一起为台湾加油